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交给方硕 三分球 压哨命中 到最后 一秒 出手 命中 方硕 神奇的方硕 再现无科松 连续命中两极三分比 咱们看一下刚才抢断开始推进 看着表 观察着两边的队友的分果 从时自己果断出手 其实刚才啊 火会退的时候 昨日年上道 他以为这个方硕往右边看的时候 是要出来比较重视的 因为他动起来打 迪哈达迪在限制区之内的那种威胁会更大 方硕 漂亮 非常舒展和飘逸的打法 往这样的打败远 再来看一下刚才方硕的表演 用眼神的假动作 晃开了哈达迪的注意力 往去 还是哈达迪上来掩护 估计来 底角的三分 大空位的机会有吗 漂亮 方硕复苏了 连续的砍分 他应该是 教练团队的意图也很明确 就大哈就哈达迪 已经坐进去打 而迪奥谷这边呢 其实是一个三号位 的确是三号位的这种身材 无论是段江鹏 还是记者 其实都是一个三号位的身材 在往迪奥谷 那迪奥谷拿球之后 也可以坐着往里打 光这两个万元单打 其实就已经可以成为 现在四传品上提供的一个 很明确的打法 不用那么厚杂 哎 黄硕自己投了 漂亮 这球 刚才有了一个正面的空档 但是 把更好的机会给了 篮下的汉比尔伦 因为汉比尔伦还是要找找的 哈哈 这是一个配合上的地界 刚才方硕的是 松吉西打得非常的漂亮 二人都在 三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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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宇和方硕坐镇后场 那么两个人 也是组成了CBA联赛当中 颜值最高的后场错过了 哎 四传队又送上一次 简单的失误 队友之间 完全不在点上 这个方硕坐到了 长林的身旁 这两个人的脸啊 真是 面积上有着很大的落差 这刚才 掩护的时候 我可以看 太看懂啊 赵松涛怎么就 那场边的裁判 雅尼斯也反复在讲 Scream Scream 去做掩护做掩护 我看看 哎 这球没有吹 啊 投篮反馈 没有24秒 应该是拔篮反馈 第三届比赛 北京队三分球全面投开了 那几个说 在对方守联防的时候的三分命中 也是击溃了四川队的这种防守的体系 而在进攻的时候呢 四川队连续性不够强 就除了哈达迪和迪奥古这两个点之外 那么刘伟夫在场上的时候呢 就是 相当于没有第三得分点了 而这球呢 过多的在 呃 外泄进行传导 缺乏 直接 我觉得首先就简单直接一点 给到双外援 这哈宾顿也是 高位的一个 转身 下到了来下 连下到最后一顿 三十八分 应该很快这边也要换上 呃 上红包 把决心画下 好 后手 漂亮 扣一个好球 哈哈 呃 刚才这一下 掩护 这一幕 我 词 词 词 我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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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